周圍全是石頭 往外探索卻別有千秋 地獄就在遙遠盡頭 而終界不遠不罷休 這就是只有石頭的世界三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賽斯在我們家底下呢 做好了生怪磚 生怪塔的刷怪機制呢 我們現在 哎各種資源啊有點多 然後現在有點刷出其他的生物來了 蜘蛛也刷出來了呀 好多哦 他這個生怪磚 我不曉得他怎麼 他怎麼刷出來的 我們現在蜘蛛蜘蛛的頭 我這個櫃子好像不夠放 太多東西了吧 太多種類了吧 好我剛好需要點線 我知道好缺這個羊毛哦 現在有線的話很棒 我們先把它做點分類 好 那因為我們右上角那一格呢 是什麼都可以放 然後主要是這些雜物 裝備類的會被吸過去了 ok ok清空清空了 這個效率非常的高 好那我覺得我箱子之後再擴充哎 那總之有這個羊毛 我可以把這裡呢 終於可以換掉了 所以可以換成我們的這個電梯囉 這邊需要八個羊毛 然後需要上下兩個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上面下來 然後上面下去 那我這邊就可以把它 拆掉了 這樣子就乾淨多拉上來直接繡上來 ok 方便許多 那在繼續發展之前呢 我們現在說一下前面的所有獎勵 我們應該要完成超多東西的 全部都拿 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磁鬼炮啊 這大家有推薦啊 用這個射出去的武器也是非常的強力啊 那我現在也是用魔法也是不錯啦 這磁鬼炮要做好像也不容易啊 也是蠻後期的東西啊 他需要電 但我們現在要射出他那個鋼棒 他射的子彈 我好像也要再製作 那我們上一次的生怪塔的任務呢 在這一區 不過我們其實該完成的都完成差不多了 剩下他有一些哦 這種怪物圖可以吃出更多怪 但我們現在因為是直接帶生怪裝回來 好像也不需要 然後他下面要繳繳100等的等級 這就我們把那個兼職果凍吃一吃 應該是有 所以這個不急 那另外一個任務呢就是小雞 我們是不是該養點小雞了呢 今天我們的雞呢 已經下了蠻多蛋了 已經放他很久這邊 沒有管他了 我們該可以來做一個小雞棒 這個需要點羽毛 我們要殺雞取毛了 有沒有毛給我一點 羽毛該不會都只有雞肉 哎呦呦呦 太好了兩根 這邊小雞棒呢 是這個模組的一切的來源啦 哎我做到兩根完蛋 這邊小雞合成呢 要用的是動力合成 目前有12種東西可以來製作 我們要先做一些初始的小雞 靈魂沙 我們現在該拿什麼材料 硫磺 黃色染料跟硫磺它居然是共用的哎 這樣是合理的嗎 食音小雞 我們這些小雞 只有能做出來最高級的是什麼呢 看起來是可以做出玉髓雞啊 這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岩漿雞 這個岩漿呢 我發現它可以放在烈焰神 那個燃燒室 可以當作燃料 那個可以燒一千秒 啊但它的那個效率沒有到很高 那個效率要最好的話 還是要吃那個燃燒蛋糕嗎 但我覺得初期這個好像還不錯 所以這邊我現在剩一個石炭雞 還有一個石英雞 那他們交配的話 有16.66%的機會 產生變異之後呢 就變成岩漿雞了 那石炭雞呢 又需要從碎石雞 還有這個原木雞開始 那這邊我們就先來合成一下 我們第一個石頭雞 也不會是木頭 壓縮壓縮壓縮 我們現在把這個水缸呢 把它拉的更大了 蒸汽機 size 現在其實已經有8格吧 但我現在如果加岩漿的話呢 哎現在的等級火力是4 目前最高就這樣了 然後水力呢 因為啊轉速增加大概64的速度 這個水力就也是4級 所以目前大概可以發65,000的量 大概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增加 我們就是需要它的熔岩蛋糕了 這個烈焰蛋糕呢 需要有穩定的岩漿 然後還要做這個蛋糕 焙它需要穩定的雞蛋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養很多雞 那這個還要麵粉 這個磨一磨就可以了 滴石這個很多 糖應該也是很多 我們有在種甘蔗 那就是需要這個方式 要做一個產業線 來做蛋糕 那我們的木頭雞完成了 這我們第一隻雞 我們等一下再好好養一下 然後還有碎石跟石櫻的也來做一下 接下來就是養雞的時候到了 我們要找個地方養雞咧 我們下面生怪區 啊工業區 養雞區放哪邊放上面好了 我們要再找地方挖個洞 魔法區做作物區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魔力吸收 其實因為下面生怪機有在刷怪嗎 所以他吸收吸收到哎 我們今天其實要合成都超快 好像有有這個魔法能量之後 哦這個超快的哦製作超快 但我們這些精華好像也不用那麼多 我們放著放著其實也用不完嘍 然後在這些機呢需要一個棲息地哦 可以讓他生小機 然後甚至是交配出一個新品種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個四個 那我們決定呢蓋在樓上 我想說不要讓水平的距離拉的太長 我們直接樓上然後放個電梯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繡上來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挖一個小空間 一樣我們直接用這個破壞的方式 比較快哦 那今天我們還要做一個飼養的小屋 這應該才是交配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這個生小雞的地方 他兩個外觀哦看起來其實有點像 那這邊呢就是兩隻雞來做組合 那我們前面呢是要碎石加這個 那他們需要點種子 開始生 生小雞中 ok 這需要點時間 那這個呢就是生產他的物資的 像這個放進去他就會生食音 但我們要先進入這個配種之後 他會生出比較厲害的小雞 他這邊會有生長度拉成長 還有這個呃力量嗎強度 會影響他的生長的速度哦 石碳機有了 接下來就是石碳跟石音機呢 生出我們的岩漿機啊 這樣子岩漿就可以無限了 小雞的任務全都完成了 他這邊好少哦 哦哦哦好像有不錯的東西哦 絲綢之處的機會掉墜 他有一個風險方塊哦 那個方塊我們之後來玩玩看 那量子糾纏板定器 聽起來好像很強 那這個機器是可以疊加的 疊比較多 他速度會比較快 但我們最初始的小雞呢 是有1mc 的 所以他無法疊加 所以我們要的話 就是他生出來的之後 再讓他疊加速度就會增加 那我們現在 沒有什麼時鐘加速的東西 好像沒辦法從外部幫他們加速哦 哦這邊我們也生出岩漿機了 太好了 那岩漿機要讓他自己變更強的話 是要自己跟自己去配種 拿著岩漿彈呢 直接放出來就是岩漿嗎 我們去下面的這個 發電機 我現在還沒蓋發電機 但我看看能不能用彈直接點他 不行哎 直接點他這個岩漿出不來 所以如果是點地上的話 哦就可以造出岩漿 好這樣子我可能要多一個步驟 就是先把這個岩漿 用一個桶子先裝起來 然後再想辦法注入給他們 哎 可是我想用我這個用的方式 一定要用岩漿桶的樣子 如果他是一體的狀態 我可能不行 所以我還要先把這個岩漿 再用桶子裝起來 然後再丟給他們 好這之後做一個 自動化嗎還是我直接做成 我直接做成熔岩蛋糕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至少有這個穩定的岩漿了 他們的煤炭機跟實驗機 一直生不出第二隻岩漿小雞 所以決定先讓他們去強化有沒有 這邊就是等級變高了 這個再配上去 他都可以升到更高等級 能力更強的小雞 那剩下就把丟回去 然後時間機也是23哦33 就是看他這個數字 但是加起來越高越好啦 他就是越來越進化下去 那這邊就是速度 有比較快嗎 其實他快的程度沒有 很多哎感受不太出來 我們放十幾隻雞進去了 那這邊就是反正就一直塞吧 不過我們一級的岩漿小雞 他生的蛋的速度 其實已經夠快了耶 他一顆岩漿 我那邊可以燒個1000秒 那如果拿來做蛋糕的話 呃可以做四個蛋糕 啊如果要做很多的話 可能會不夠啦 但不然就養個兩隻 就以岩漿來說 他這個產的速度是很快的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之前很想養的就是雪球雞 我們有一些雪 可以學到一些水系魔法 這邊用青青石跟木頭雞 ok 我們可以再做這個蛋 然後其實我們也需要一般的小雞 這個小雞應該 小的還沒辦法 哦可以耶 我們用書給他變成這個聰明小雞 然後再用這個棒棒 把它變成物品的方式 他就可以在這邊 產雞蛋了 我們雞蛋需求其實也蠻多的 那當然我們這個 大概也是需要兩隻讓他產快一點 後面雞蛋的需求 不曉得有需要多少 那這邊我們也升到雪球雞了 先讓他採點雪 然後我們上面這個等級哦快到10了 然後我們的煤炭呢哦 這邊開始要滿了哦 那多隻小雞其實 就可以把它宰了 他就會變成我們的雞肉餐 他是可以放出來的吧 然後他就是變成我們的 雞肉 對剩下小雞就大概這樣處理了 好出現了最強的食音小雞 好像我們心好像也沒有很缺 等一下我們就把他養到最強 這邊兩隻1010的話 那之後怎麼生都是10了 他已經是最高級了 那他如果要跟其他的配種的話 速度也會比較快 那煤炭 煤炭也要到101010了 就我們如果要以下面那個燃料基礎的 煤炭要給他燒一下也比較方便了 那我們現在等下就高級的岩漿 給他下去吧 ok 這邊養雞其實是蠻快的 他這雞越多 他一次生個蛋也是三顆 他那個雞最多堆疊16個 所以我們隨便塞個16隻雞 一產岩漿量來說很多哎 應該是用不完的 然後順帶一提呢 我這邊學一個新的強力魔法 究極岩上樹 這邊是點燃加上星光 星光呢是他燃燒的時候呢 對敵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然後他會爆炸 但這爆炸好像不會破壞地形 所以他是一個範圍魔法 然後把雞全部放出來了 我們要一個大範圍烤雞了 來試一下我們這個 究極岩上有多岩上會 哇 怎麼哎有的沒有燒成雞 沒有燒到哎 究極岩上樹啊 大範圍我的範圍還可以再增加了 我們現在是傷害弄的比較高 究極岩上 全部都變雞肉了 哎呦燒到不多哎 我們那個燃燒範圍可要再加大一點 他這邊還有好多生的哦 跟這個活蹦亂跳的雞一樣生 ok 那我們今天繼續生居生 我主要是要拿一些羽毛嗎 我知道好多哦 我們這裡剛好就是一直很缺羽毛 現在我都有了 那這邊我主要把岩漿雞 這個也快生滿了 然後我們這個最多就把它生到16隻 然後拿去啊 這邊產資源就夠了 呃但是我這個蛋有點多 已經這麼多了 我們隨便丟一隻進去 有沒有速度快好多哦 哇 這個是七等的 七等我現在有兩隻 那一隻產兩顆 對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需要點 呃儲存系統把這個蛋收集起來 來我們大概就不用產太多了 我們看一下之後需求是什麼 這邊我們的煤炭機已經升到滿了 看一下現在的速度量哇 太次產量 一下就爆炸滿 我覺得我們之後真的需要一個 中央的儲存系統了 我們不能再分散式的這個儲櫃了 我這個煤炭真的超多 那產那麼快代表我們只有1 mc 累積應該也是超快 所以這氧雞還是蠻有必要的 那剩下我們就把岩漿 這個也拉滿 啊但我要要滿嗎 我這個 我這個蛋已經多成這樣子了 岩漿啊目前暫時是用不完 這邊我現在試做一些蛋糕的配體 小糖跟蛋 這樣子 一個一個壓嗎 他這個一個一個壓 扁扁扁扁扁扁 我們現在做一個大量好了 因為這個一個蛋糕 不曉得可以燒多久 我們先試一下 如果他可以燒個1000秒 像岩漿一樣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用蠻久的 接下來是要灌注岩漿 我們準備一個超大的tank 他可以鑽1000桶 所以我想我來試一下 這個能不能灌進去 然後這邊一體的管線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些蛋 岩漿蛋把它拿出來 右鍵的話 哇居然不支援呢點不進去 這邊我做一個裝置哦 讓岩漿呢 從下面用機械手臂把它丟 揍出來 然後拉往上吸 這邊還是要用這樣外部的吸的方式 那有嘍這邊有 然後我們把 掛進去有了 ok 沒問題 接下來是要放上我們的蛋糕 啊 這我們也要做一個管線嗎 還是我們就先做一大堆 這邊都可以製作製作製作 好那我們可能還是要做個管線 讓它流出來耶 那我們這樣蛋糕其實要流出來 這要把它完全自動化呢 我們要把各地的材料都把它 接在一起 像是我們做蛋糕的 呃糖啊 然後種甘蔗那個機器要搬過來 然後雞蛋 雞蛋的那個物品箱子要搬過來 然後還要攪拌 攪拌的這個麵粉 這要把它做在一起 那到底有沒有需要這麼大量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 這個哦好多哦 已經做那麼多個了 哎速度好快哦 ok 有沒有超級烈焰蛋糕 之後要自動餵的話呢 大概也是要用機械手臂 然後放在下面哦 那這個餵下去 會變藍色的火焰 哦只有50秒哦 哇這極限燃燒這50秒太短了吧 哇你看我的火力 我的速度可以再拉高一點 可是只有極限燃燒 哎哎超窄 等一下超窄 怎麼這樣也會超窄 那你我們極限燃燒水水水不夠 抽的水力不夠 極限燃燒這樣也超窄 他這火力是滿的狀態 然後我賽斯還要再更高哎 哦這個極限火力 但他只有60秒真的是太短了 321要沒了 要回到最原本的狀態了 哇火力慢慢抵消 ok 啊那感覺這樣平常用的話 除非要特殊的合成 才需要這個呃 藍色火焰啦 不然平常我覺得是 倒岩漿啊 然後然後呢當作燃料1000秒 像比較實在耶 大概可以穩定的話產生 6萬多的音力量 其實是蠻夠的 這邊基本上大概都可以全速運轉 啊只是這個蛋糕 加一個蛋糕其實就蠻多了 一個蛋糕 我我就有5格的量了 好像也夠囉 然後怎麼要再快一點 好我們的水力其實 現在80水力就抽到大概 6級了吧 再加上去啊這樣也是6級 然後再加一個 這樣活力大概7 然後5個極限應該就是8級嗎 這樣子應該是沒錯的 這樣子我們的音量有到 11萬4千多 size還不夠嗎 我size已經這麼長了 可能要寬一點吧 可能3乘3 好但就是這個只有60秒 衝很快 然後要穩定製作的話呢 啊需要一點啊工序 放這邊岩漿是可以這樣穩定的放進去 但我現在背包的所有的蛋呢 我們還要做一個漏斗把它漏進去 那這超級加熱狀態呢 可以把這個鵝卵石然後弄成岩漿 啊但我們有那個小技的方式更快 然後這邊可以燒成馬玉林 但是我們用那個 聽克里的龍爐就夠了 那還要這個黑色的 這也是聽克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用到的地方 好像沒那麼需要 除非是要做這個嗎 我們要把它磨成碎片 溫暖的碎片 哇但這好像蠻後期的 這有需要嗎 這我覺得我們在 外面地圖上直接收集到好像比較快哦 ok 之後總之我把這邊的燃料 把它穩定一下 可能就用岩漿直接讓它燃燒 然後穩定產生個 6萬5的音力量 應該可以夠我們這邊全速運轉啦 不過的話 真的覺得蓋個兩臺是不是比較好 覺得用這個好像更麻煩一點 但也是可以啦 但我要把材料都把它準備一下 那我們這邊小雞呢 呃已經呃 滿了放了太久 這邊全都十級了 我蛋會生的超快 這個瞬間我這樣放出來的話 這樣子 就 我一次 三三四十八顆 哈哈哈滿的 ok 這麼之後也要把它放一個儲存的地方 速度實在快到爆炸 然後我們這邊雪人也是滿了 好剛放太久了 我們應該是不需要那麼多的 好的那邊的養小雞人物也完成啦 我們這些所有的雞呢 我們來讓他大片的變成烤雞囉 再會囉 哈哈 哈哈哈哈 大範圍烤雞我把放又增加了 好大好厭 我燒起來了燒起來了 命中地板的話 就是這樣的大範圍燃燒 哇大概五成五嗎 還有這些東西該不會燒起來吧 炸 通通就是烤雞 很愉快 然後我們之後的法術呢 又可以再升級了 我們的水系魔法也可以學囉 我們知道的雪球啦 還可以做成冰啊 然後 三級魔法 地獄之心還沒有辦法快速的拿到 所以之後再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下一次 又可以出發去冒險來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新東西囉 感謝大家收看 別忘了按下喜歡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